桌面上有5個5塊錢跟一個神燈 神燈裡面就是放5塊錢的 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、五個 接下來是這個蓋子 把它蓋起來之後呢 再把神燈拿起來放我的手背上 然後魔術師攤下手指頭 裡面的神燈的硬幣就會穿透我的手背 直拉到這裡 當然這個神燈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裡面是完全可以檢查的 完全是一個空的 直接貫穿我的手掌 這樣就沒問題了 對,我們在打開的手指頭上 還有,我們在做一個小型的地方